PS5推出4年之后 PS5 Pro来啦 这是原版PS5 2020年出的 而这个是去年年底推出的 缩小瘦身机型的PS5 除了外在变轻变小 内在啥都没变 俗称PS5 Slim 而这次推出的是Pro 不仅外观升级了 性能也升级了 现在它就是没有悬念的 世界最强游戏主机 但是一起提升的还有价格 从基础版3600块钱左右 涨到了5600块左右 将近2000块啊朋友们 这还不算光驱呢 看到这大字了吗 不含光驱 充电头我还能理解 但是光驱 我作为一个Pro用户 难道就不配同时拥有一个光驱吗 如果想要光驱 还得再花1000 买来还得自己装 也就是说 PS5 Pro完全体得接近7000块 都追得上一台中等配置的PC了 这里写着2TB 这次SSD变大也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之前是825GB嘛 这个1TB多的提升 怎么着也值个500块吧 这次你看 不再包装上写8K了 但反而PS5 Pro这回支持8K了 那这个提升到底能够感受到多少 到底值不值这个价 我们现在就开箱测试看看 电源线 数据线和HDMI线 手柄 竟然不是Pro手柄 两个亚克力支架 它是把PS5横过来放手用的 我Slim版的这个去年拍完视频就丢了 这个竖放的支架是单卖的 R29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接下来就是PS5 Pro本体啦 这样看它还挺苗条的 只比Slim高了一些 比胖版呢 轻了不少 Pro这个轻巧的外观和Slim比 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三道杠 从小队长升级成大队长了 家长看了都鼓掌 虽然看起来像是很Pro的样子 但这三道杠并不能用来通风散热啥的 是完全的装饰作用 本质还是小学生 既然和Slim这么像 外壳会不会也兼容呢 下半部分的光驱 光驱壳和壳是兼容的 但是上半部分 差一点点就兼容了 这种不兼容已经属于不是不行 而是不响了 现在只能勉强拼个撞色 拆都拆了 看看里面 硬盘扩展的位置还在 大家如果买PS5 Pro 其实可以用SSD 把旧的机器上面的游戏尻过来 直接放在新机器里面 就不需要重新下载游戏了 这个位置是更换主板电池的 比之前更加容易操作 这块电池是在确保主机关机之后 还可以记录时间 一般可以用十年 但当有一天它变成复古主机的时候 你就需要给它换电池了 好更换肯定是好事啦 接下来就是开机了 这次最Pro的 一个是性能 还有一个 就是独占的动态系统壁纸 还是来看看性能吧 先念说明书 翻到第51页 CPU是8核16线程的Zen 2 和普通版比是没有变化的 GPU浮点运算性能是16.7TELFLOP 比PS5基础版的10.3提升了62% 这说明书都开始讲配置了 还挺PC的 像PC一样 就是我总结的 这次PS5 Pro升级的主旋律 索尼自己说 推出Pro版的目的 是为了终结大家的选择困难 之前需要在30帧画质和60帧流畅之间做选择 有了现在的性能提升 就可以同时享受画质和60帧 PS5 Pro版的性能升级主要分三块 第一更大GPU带来了图形渲染的肌肉力量 第二强化光追 让光追的运算速度翻倍 可以支持更好的光追效果 或者让光追占用的计算资源更少 第三索尼自己研发的AI放大功能 名叫PSSR 类似DLSS 让2K有4K画质的清晰度 节约图形运算资源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 这个提升到底有多大 我选了更新了PS5 Pro补丁 目测是提升最大的最终化氧器 Rebirth 这个游戏因为原版的60帧模式 画面非常糊 很多人都是玩的30帧模式 而新的60帧模式 整个画面都变清晰了好多史诗级的提升啊 这应该是PSSR AI放大和GPU性能提升 共同作用的结果 但并不是所有游戏都有这么大提升的 目前PS5 Pro上能玩到的游戏 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有专门更新Pro补丁的PS5游戏 大概是50多个 还在陆续增加中 这些游戏会能利用起PS5 Pro的全部新特性 画质 光追和帧率都有提升 它们会提供更多的画质选项 很多会改善画面细节 光追质量 甚至允许8K或者120帧 索尼的大部分第一方游戏 目前都在这个类别 比如心灵杀手2新的质量模式 改善了水面倒影不少 从死水变成了活水 但是原来就挺好看的 蜘蛛侠2也是 光追的效果提升很大 看到全新的玻璃反光 但是原来就挺好看的 还有剑星 竟然搞出两个新模式 Pro模式和Pro Max模式 Pro模式依靠PSSR 很好地解决了原版的抗锯齿效果差的问题 而且帧数也变多了 甚至比原生4K的Pro Max模式 还清除了一些 PSSR效果还是蛮好的 这个类别 说实话 除了FFT Rebirth这种特殊情况 大部分其他优化比较好的游戏 我共同的感觉就是 根本感觉不出来变化 原来就挺漂亮的 除非你放大鼠毛 两种并排对比 而且如果原本不是GPU性能受限 而是CPU性能不足的游戏 比如波多之本3 那就几乎没啥提升了 开发者只能给CPU超频个10%左右 换来多一点点帧数 第二类是还没有专门为PS5 Pro优化过的游戏 虽然没补丁 但是他们也有可能享受到 纯粹GPU硬提升带来的一些更稳定的帧率 之所以说是有可能 是因为他们比较依赖这个游戏原本的优化情况 阿尔顿法环就属于这一类 它没有更新PS5 Pro的补丁 但是在PS5 Pro上 画质模式的帧率比原版提升可以有30%到50% 很多地方甚至能稳定60帧 但是很多人关心的黑神话 同样没有Pro补丁 提升却微乎其微 偶尔有那么3到5帧 赞宝宝2077也是 因为主要受CPU性能限制 而不是GPU 所以也感觉不到什么提升 虽然意外的应该是暗于幻想 这个PS3水平画质的游戏 不知道为啥 在PS5上运行的很吃力 帧数特别不稳定 但是在PS5 Pro上 就可以接近60帧了 真是优化垃圾 全靠硬件补足啊 最后一类是PS4游戏 嘿嘿 没想到吧 PS4游戏也可以得到优化 但是这个设置是默认关闭的 要手动去设置里 打开PS4画质增强才行 那么它的效果如何呢 嗯 就是锐化了一些 没有帧率上的变化 玩60帧血缘诅咒的梦想 再度破裂 对2D游戏 UI啥的画面效果不错 便清晰了好多 但是对3D游戏 反而作用不大 只是略微锐利了一些 帧数更是没啥变化 算聊胜于无吧 总的来说 PS5 Pro的性能提升 肯定还是有的 基本上做到了索尼的承诺 把原来的画质模式 拉到60帧 但实际上 我原本玩的就是60帧流畅模式 也没嫌弃画面不够精致 我更多的是嫌弃 独占的新游戏数量不够多啊 索尼 天天在那重置 哦对了 PS5 Pro比PS4 Pro有一点要强 就是它的噪音没有很吵 和PS5基本持平 最后我们来聊聊 大家最关心的价格 PS5 Pro到底值得买吗 3500买PS5 那是买了一块 可以玩很多很多游戏的敲门砖 但是再花3500 只能获得一些 非常微妙的帧率和画质的提升 是真的要眯起眼睛认真 看才能发现自己钱花哪了 这么比的话 普通PS5真是太划算了 而和PC比的话 六七千可以买一台带屏幕 带键盘 带触控版扬声器的游戏本 更何况 现在PS5 Pro的画质选项 都和PC一样多了 索尼还说要解决大家的选择困难 我看一打开游戏五个模式 现在更捆惑了 但是没有性价比 不代表它不值得 PS5 Pro作为目前世界上 最强游戏主机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 是一种奢侈品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等到怪獵或者GTA 6 这样比较重要的游戏出现的时候 再考虑购买也不迟 当然 有可能你玩游戏 离电视很近的话 拜拜 拜拜